这边 这么多东西 啊我到了 啊 啊行那我等楼下等你 好的好的 拜拜 你干什么你 我说了我还以为我自己发生报仇 这报什么仇 你傻子啊 你不是男朋友吗 你说我是他男朋友 他是我男朋友 老 腰上这刀你忘了 腰上这刀 什么意思 你出轻了 你想干吗你 怎么像呢 什么像不像呢 不是沈教练 你到底有几个男朋友 你说什么呢 别看了 那边说去 我 那天我分手以后 我就走着回家路上 突然有一个人 哪里见到我 这么长 见到我你知道吗 说重点 就就就比我要了 我告诉你撒谎我 这 夫人 你干吗不扫车呢 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伙子 咱呢 我们看着像不坏人吗 像吗 我问你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那个人 得了吧 你就别揍我了 这位子我也不想再捍一下吧 行了 回去吧 咱俩说没事 等我电话 行 我暂停信你 一会儿啊 就一会儿啊 还可以挂声 你说这人到底会是谁啊 你 这你问我哪知道呀 现在老大要是在的话 他肯定会知道 你说你是不是成心啊 你别跟我提他 安姐 你 我今天来就是特地为了 你俩的事来的 这样咱们要不找个地方 好好聊一聊 给你个面子 走吧 走吧 过底 自己看吧 这东西都谁弄呢 太高看我了吗 这是我在跟踪苏珊的助理 那个李小复的时候发现的 你说她有多坏吧 她还给老大寄过去一份 还好 被我给拦下来了 可老大最初还是发现了 又是李小复 她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造成的 是你跟老大之间的误会 彩排马上就要开始 比赛也迫散为节 我敢断定她们最终的目的 是让你跟老大之间产生误会 从而让你参加不了比赛 为了让我不参加比赛 她们也会上费补薪的 可想听这么绝的招吧 你都到什么时候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得赶紧解开你跟老大之间的误会 难怪那天乔天宇跑过来问我 什么卧底 什么小白脸 原来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参加不了比赛事件小事 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失去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搭档 你不觉得可惜吗 安洁 那天她喝多了 我去接着她 她坐在我的后座 一直在说句话 我就听清楚一句 她就说 为什么不要我 她为什么要离开我 她为什么不要我 她就 老大真的 真的很难过 那她现在人怎么样 我知道了 那因为 活在快递的时候 还跟我生日期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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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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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ui 喂 你听好了啊 我可不是离不开你 就是因为你借我那两千块钱 我必须要还给你 懂吗 我不签任何人 不用还给我了 我不是扣你快递了吗 那钱这当是省了我吧 你再跟我提快递我真翻脸啊 老大 宇哥 到底要叫我什么 给我发工资的就是我的老板 是我老板就是我老大 那可是现在你也不是我老大了 那你确实要比我稍微大能一点 行 你愿叫什么叫什么吧 警长 咱们两个人那份劳资合同 暂时还不能结束 这个 我这驾照会儿给扣了吗 下午要出去 在我找着合适人选之前 你 你还是过来 我姑且忍着你 真的 不开除我了吗 行了 别废话了 我这下午要出去 你赶紧回来 好 老大 对了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你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 什么事你说 是关于那份快递的 你再提快递我真翻脸啊 你怎么还提没完没了呢 老大 你就听我说清楚好吧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份快递是回购的 暂且根本就不是什么我 什么 再说一遍 那份快递真的是虚假 他自己伪造的安静不是我 你听着啊 这资料 你拿到他之前 他在谁手里你知道吗 别人有没有创改过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资料 他是真的是假的 怎么不会啊 老大 我现在跟安静在一块呢 你跟他亲口告诉我的 真的不管骗你了 有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吗 有沈静明说自己是沈静静吗 老大 这两件事能在一块相比吗 我不想跟你说了 他已经五星别脸了 我也另有新欢了 特别简单 我也不需要这个潘子了 懂吗 告诉他我不需要了 他这有什么事 我告诉你 现在是我沈安不需要你 你在 好好好 安静 我老大他这人后面呢 他没个台阶下 所以我没了生气啊 你回去跟他讲 本大小姐不自豪 什么搭档 什么比赛 以后跟我一点儿怪事都没有 安静 安静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带你来看看海啊 不看 回家 小斌 我对你的忍难 是有限度的好吗 你别冲破我的底线 你看看这张纸上的 句话是写安静是握手 这本来就是李小虎凭工跌造的 这本来就是李小虎凭工跌造的 就因为你的不信任 就让一句毫无科技含脏的谣言 破坏了你安静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不去追究 这个爆谣者的责任呢 你为什么来怪我呢 你为什么来怪我呢 来 给我 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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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你一遍 你这一遍 各位 前面子 我也是 我后来 因为这么娘只伤当受骗了 对不对 当我是傻子 当我是弱智 在恋爱中的人 本来就是弱智啊 什么 我 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不想把这件事查清楚 我再告诉你这有错吗 不要把我当成一般的人 行不行啊 我最适合的认知 别说比你强了三五倍了 强了七八倍也有可能啊 不是吗难道 我有思考 我有判断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她是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 那么从一开始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当中 她总应该是主动的 可她不是 我穷追不舍她对不对 我见本兮兮的 她想查什么查呀 透明的世界呀 没做什么错事 怕什么别人来查 我在意她是不是我的 无所谓 我很相信她 只不过我在恋爱当时 我能不能跟她 吃点小吃呀 我能不能吃个小做 我能不能任性啊 我能不能能有点自己人个性吗 是去她啥脾气吗 就不能我 我有点原则吗 是过了吗 我说面了吗 那我就完了吗 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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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你把人弄你了 爱选啊 我 Imagine Miss you 你那个选秀 我现在弄得怎么样了 后天就比赛了 恭候您的检阅呗 我儿子办事我放心 对了 我听说 苏珊现在是 网上投票第一名了 看来这个冠军 他是志在必得呀 买假票 上新闻做专访 赚足人家眼球 该做他都做 不该做他也都做 您可不知道 现在我一去公司 每一个角落 全是他的海拔 我还以为去了他们家了 这个苏珊公娘 也够用心的 对了 那个沈安怎么样 不是他也参加比赛了吗 他可是你的重点推荐啊 您这是特工啊 什么都瞒不住您 我也没想完美 他参不参加这个比赛 先另说吧 首先我是没有对任何一个人 有特殊话 任何一个选手在我这儿 都是公平公正的 这是我的原则的吧 那这么说 这个沈安姑娘 现在已经不是你的 重点跑步对象了 咱不聊她 说说刘院长吧 刘宇 刘院长 刘宇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的钱 除非 除非什么 又是知识 他有参心 但是能力又多不出 爸 没有人受益的 就算给他那么多钱 他也不可能敢接这个单子 你倒是把他看得很透 但你想过没有 我为什么把这个项目交给他 一定要说吗 小米 小心 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了 没错 从表面上看 对于他来讲 借的这个项目 可能会有很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 并非他所看到的账目 他的资金一向有问题 不管他的钱是从哪儿借的 从哪儿筹来的 谁给的 先放在一边 一旦股市上出现了波动 别人让他还钱 到那个时候他就很被动 他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他所有的股票 低价甩卖 然后到那个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谁接了这全部的股票 谁就是赢家 谁就可以左右红州的董事会 小方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特别的东西 就是比较值钱的 像古玩 字画之类的 那些看起来不太七眼 但又挺值钱的东西 没有 这就奇怪了 怎么奇怪了 脚印对比的结果出来了 这个人没有牵客 你是说踩在椅子上的哪个吧 那一看就不是个官方 这么顿 我现在想知道的 是另外一个 那个就更奇怪了 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家里 发现了半个脚印 经过我们对比 两个脚印文科 哪一家 就是特别有钱的那种家庭 可是小方家有什么东西 不不不 姐夫 你等会儿 我们先把这件事给让我们 您刚才说的另外一家 到底是哪一家 我们有纪录 这事跟你没关系 所以我就不能告诉你 那要是和我有关系呢 那我也得查识了以后啊 姐夫 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说话等于白说一样 我可能知道 您最终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这个风险很大 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 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必须担任风险 这是每个经营者 都有懂他的道理 红州集团 是咱们乔家创立的 谁想改变他的性 我绝不答应 我进红州以来报 从来没有发现过 周一想把红州卖掉的嫌疑 从来没有 沙姐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都让我好佩服 你懂什么 那个乔丽莎 受周远丽的影响这么多年 她想做什么 能让你知道吗 你就说那个史蒂文吧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她的底细 不管怎么说 红州的不分 落到别人手里 倒不如转在自己手里放心 我只不过是 用了一段手段而已 我说 山哥 刘豫来了 乔董 天宇 你跟我一块儿 乔董 关于找抵押公司的事 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我也不太懂 这不我把天宇叫来了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跟他交流交流 他比我精通啊 那是 天宇是经济学博士嘛 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 就全靠你了 刘院长 真不敢当 乔董 既然这里没有外人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那天在会上 天宇问我资金的来源 其实啊 我的钱 是挪用了民文医院的基金 当然 还有几个政府官员的个人资产 等会儿 刘院长 基金 对 政府官员 是的 刘院长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的胆了 没有 你想一想 如果你这些资金没有归还的话 你会怎么办 想过吗 这个 这个 如果想要资金没有 怎么能干呢 你呢 不为了 你呢 我怎么会把你资金没有 我怎么会把你资金没有 我怎么会把你资金了 我自己资金我资金 我现在不给你资金 我自己资金 我自己资金 你资金 哪里哪里 我该向你多多学习才是啊 你去干吗 我忘了被扳风了 他锁了呢 一边 来我 你不告诉我里面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直接给带上了 锁了 这些事情啊 太阳光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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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毛道道的你在 你在找什么呢你刚才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找 我都帮你看着外面 喂 好 好 我马上到 来 李叔 你母亲的情况怎么样呢 大夫叔这次很危险 通知我做好准备 如果抢救不过来可能就 我觉得 没那么严重吧 你不用担心 可是确实也挺奇怪的 其实日子 还可以啊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主要还是因为药 原来都是沉浸配制 可是他出事了 药就断了 心上的药 毫不及之不是很适应 原来是这样啊 我山哥跟刘绿打过招呼呢 将他全力抢救 废物 你不用担心 这一药 我还想办法解决 李叔 谢谢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医生 我妈妈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暂时先稳住了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你先跟我来一趟吧 你去吧 好 你去吧 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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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 加油了 安姐 你怎么来了 你下午不是彩排吗 我给你带东西来啊 我不去了 为什么我都准备好了 小方 小方 别哭了 她退赛了就退赛 没关系我们再找别人 一样 要是能找早就找了 安姐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模特 谁穿我的衣服 都穿不出她那种效果来 我也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说退赛就退赛 太不负责了 枉费我们为她做了这么多 还给她弄衣服 早知道这样 就不为她这么做了 不知道 还不是因为你 你能说几句软话就过得去的 你非不依不饶的 这安姐那肯定还在生着气的 不然这模特不就找到了吗 再跟谁说话 谁是你老爸 天宇哥哥 别说了 要不你就跟安姐说句软话吧 好 安姐 真不去比赛啊 不再考虑考虑吗 反正你想好了就行 我随时都为你安前考虑 小剑 怎么这么早来了 我 我来早了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没事儿 这是我原来的同事 孙刀 你好 那你姐我先走了 后悔了随时打给我 来吧 咱们先做准备活动 来吧 不是我不帮你 是我真的 也有我自己的原则和控制 那你就眼睁睁着 看着小方参赛的梦 因为你老大因为你而夭折 你也有完美了 你怎么回事儿今天 你也有完美了 我怎么能让小方这个事情要整呢 我一定 会把这个事情帮你完成好 咱们不退散 好吗 但是 可能我们要换一个模特 要让时间来不及了 不用这么急 什么安姐 我谁都不要 你可以找一个比安姐更适合更好的 行吗 谁啊 谁啊 来来来来来 给你赛个 好 来来来来来 你要去哪里 安姐 好了没啊 这都三小时了 我们再不走可真来不及了 这我怎么急啊 我今天可是要走秀的 我老龙重一点了 再说了 现在哪个女孩出门不先打完四五个钟头啊 你还真打完四五个钟头啊 你还真打完四五个钟 真有人群真有人群啊 老大可能就有办法了 你快说呀一个 你怎么 appointed 对 你还要走 啊 我 我 你还要走 你还要走 我 我 你还要走 我 我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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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长得接近就到了 那怎么行 马永哥可是个男的 可以弄弄一点吗 不是 不是 打扰 打扰 打扰老大 我听明白你们的意思 你们想让我去 当小黄的模特对吧 不可能 爱谁谁去 我坚决不可能不去 回到我刚刚 只能够直升 一 二 我回去 我回来了又怎么办 帮你一下 好吗 我不是不帮她 不是忙不是这么帮她 那应该怎么办 那我去当她的模特 会毁了她的设计的 怎么会 怎么不会呢 你怎么不听见我 我怎么安排 她那是女 男的 男的你不能抹 我怎么能 怎么能 天忆哥 谢谢你 我喝酒 干吗呀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对我的保重 好 其实最开始我就知道 以我的条件 根本参加不了 这种大规模的比赛 是你们让我有了一个 天使的梦 现在梦醒了 我还该回到现实 别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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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竟有如此出尘绝艳之女子 不 我真不跟你开玩笑啊 你说我见到过 和梦里梦到最美的 不 我梦里都没梦到过这么漂亮呢 你 不 我梦里现在越来越贫了 不是贫真心话呀 你运气了 那个 这个点啊 这个位置 下一点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闪风 对对对闪风 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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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夸张啊 你先别哭小枫好吗 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别哭了小枫 真的我特别见不得女孩哭 女孩一哭 我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智商都是什么服输的 不是 老大 干嘛 余哥 别走 咱们再想个办法行不行啊 想什么办法 我想办法你做吗 这样想办法 你先听听我的想法 你看看我这个方法行不行 如果可以呢 或者还不错呢 对对对 漂亮 漂亮吗 漂亮 好漂亮 来 李夏天国长 好漂亮 阿姨 我回来了 你好 神记者你回来了 小枫一出去了 对呀 大清早就出去了 中途回了一趟 问他去干什么 这孩子也不说 可有主意了 阿姨 我知道小枫 一直在准备比赛的事 对 我突然最近退出了 真的很抱歉 神记者 我千万不能再说 你对我们家这么好 对小黄帮助那么多 你就是我的贵人和恩人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在乎 再说 以前 阿姨 咱们都说好了嘛 以前那这谁也别提了 不提不提 不提 不提 我下面大家包 马上来帮你 好 怎么样 还行吗 满意了 你的意思是 让马勇哥哥当体上模特 指示拳移之 42 once they score 当踩牌之后 再想办法 让按解来参加决赛对吗 非常正确 难道我们就不能去找一个 其他的模特来当这个提身吗 至少是个点的吧 穿小芳的衣服 不是穿性的 是穿感情 感情的 小芳 宇哥说你的衣服是要拿感情 和情感来穿的 是这样的吗 难道不是吗 小芳在做每一件衣服的时候 她都是用一针一线用心在做的 为什么之前我们看沈安穿的衣服 穿得那么合适 看着那么顺念 是因为小芳在做的时候 是把心装进去了 你想的肯定都是沈安 但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她给你量身体做一件衣服 我相信肯定也会洋溢着设计师这种 深情意义啊 再加上模特的困惑深情啊 是不是就配合得特别的 很棒啊 懂吗 肯定哥哥不愧是国外回来的 说话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好的 可是 眼看就要比赛了 哪儿还有时间再重新做一件 这我都替你想好了 专门有一个快手材质 质量可能一半 但是绝对快 一个瞬间马上做出来 带着你的设计图和你的码头 赶紧去找他 到时候把微信发给你 谢谢那个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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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 将采访以后 一定要让采访给他量身 看看这个 迟到啊 尤其是 兇啊 坚决不行 那你个人设计是什么 不是我设计是什么 人家设计是个女的对吗 为了美 我一男的 你让我做一胸 我是一男的 怎么意思 做个胸怎么了 我做的天使是女的 拜托你 你们俩都是我的天使 行了吧 我活不去了 行了吧 看清楚 我倒是威胁你啊 他那地图 你俩都是我的天使 行了吧 我活不去了 真是今天我好开心啊 真是今天我好开心啊 海蟹什么呀 这都我应该做的 怎么会是应该的呢 怎么会是应该的呢 你跟我推心非故 又不欠我 你对我的好 就是最大的恩情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 要知人图报 我一定得好好报答你 清风 太客气了 真的吗 如果我爸爸知道 他肯定也会让我这么做的 对不起啊 晓风 我跟我跟我走伤了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你啊 你啊 谁让你不告诉我一声 就去找陈静她 我去给丁静的母亲去药药 用那个药 无非是维持生命体征 证明人还活着 那药怎么吃 什么时候吃 只有陈静知道 药方是她配的 另外这件事儿 我们一直瞒着丁静 你怎么傲然去找她 她能告诉你 我 我只是担心 丁静的母亲要是死了 她怎么会听话做事呢 人活着 只不过是我们夺了一个 控制她的工具 人死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凭她那个本科学历 要做我们公司的 技术总监 她上哪儿找去 善哥 您对她有 财造之恩哪 行了 你得配那陈静 从您不见你 是是是 这这这这 这个事儿我请问 我确实是 有点鲁马 鲁马 阿里啊 你是一蠢再蠢 对对对 一蠢再蠢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怎么跟丁静去说呀 没什么 没什么 实话实说 好的 律师儿 现场已经都准备好了 好的 差不多了 你抬的光一定要给我按一下 好 我要突出人物的光 当然 别抬啊 那已经有选手到了 那是吗 按照选手的排名 把他们带到指定的休息室 千万不要混淆 怎么了老大 我们的海豹呢 不是 老大 是不是我们占了人家的地方 让人家给撤了呀 告诉你 不管用任何办法 找到海豹 给我摆到排练厅门口去 好 走走走 快 站住 沈教练你就别叫我了 你躲着我干吗呀 以后 你走你的阳光 我走我的阳光 咱们同志以后 就是一路 啊 再见 等一下 你这人平时说话都吞吞吐吐 这次这么干脆 你说吧 有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 以后连电脑里东西都归你了 这事儿 从你以后 跟我没关系了 再见 来 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接下来是礼服展示环节 大家准备一下啊 小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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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皮肤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保养密集呢 小三小姐 当然了 首先呢 我要感谢记者朋友们 来参加这个可乐的比赛 关注我 我也相信 这场比赛 我应该会是 最要远的一个明星吧 请大家还要 多多支持 小三小姐 请问你对这头的罐 有没有信心 小三小姐 请问你为本次比赛 准备了什么样的才艺展示 你看我的比赛 你就会知道了 我准备了很精彩的表演 明明一号选手 请到现场 不好意思 往前进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海报 是谁撤的美国撤的 我让他们把你的所有海报 全给撤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比赛里面 没有任何人可以搞特殊化 谁也不理我 没搞啊 你搞呢 没搞啊 我们家在红州不是有股份吗 那我作为股东 我在我们公司打到你 摆几乎海报也不过分吧 这是 这是什么 你的衣服 我的 从哪儿买的 找人给我做的 找人给你做的 鬼才信哪 二百九十六号选手 韩晓芳设计的衣服 一模一样 怎么会在这儿 说 说不出来了吧 告诉你 这身衣服 我不管你是怎么排的 一会儿彩排你穿不了 你穿不了 懂吗 穿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穿它 不是 马上就比赛了 你现在跟我说 我不能穿这套衣服 那你怎么穿什么 不管你穿什么 你穿我的西服 演个詹姆斯棒 你也不能穿这身衣服 懂不懂啊 苏丹我不给你开玩笑 最后再说一遍 这身衣服 不能穿 我还有事 我走了 我要跟你说清楚 好吗 我走了 你穿的 太霸道了 小妮 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 我知道 不穿什么呀 衣服不在这儿吗 我走了 就穿这个 脱下呢 什么 原来是苏珊他们偷了我的设计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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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苏珊偷了你 我行了 我行了 这 反正就是这身衣服 现在被人剽窃了 懂吗 我行了 反正就是这身衣服